Unit 1 不及乎动词 不及乎动词可以与一个主词 来简单形成一个S加V的句子 不及乎动词后面是不需要接受词的 如果要加一个受词的话也可以 必须要在不及乎动词与受词之间 补一个阶系词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练习的部分 首先是填充体 填充体的解题技巧是 我们透过中音的对比 找到需要翻译成英文的中文 接下来书写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 如果这个字是一个名词的话 必须要留意它字为的单复数变化 如果是动词的话 因为动词会因为整个句子的时态 或者说这个动词前面有介细词 甚至是特殊动词 而改变了它这个动词的字为变化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题的部分 第一题我们中音对比之后发现 Tone这个字是我们该翻译成英文的中文 hurt 可是要留意它的时态变化 那时态我们可以透过 整个句子的第二个动词来判断 这边有个twisted 这边加了ed 所以这个字 hurt 要改成过去式 那刚好hurt的过去式也是hurt ok好第二题 第二题我们发现 这个嘲笑 中文的嘲笑 是需要翻译成英文的部分 叫laugh at 可是呢在英文句子里面 你有发现这里的鼻动是are 而且中文的其实也有提示你这个在这个字 所以本题的时态应该是用现在进行式来写 所以从原本的laugh at 必须要改成laughing at 好来第三题呢 一般的跟担心呢 是必须要翻译的字哦 所以答应应该是common跟worry 好那这边的worry这个动词呢 这边要小心哦 这边有个助动词don't 所以这边必须要用圆形动词来书写 好第二个部分呢是句子重组 那句子重组呢总共有三个技巧可以使用 好第一个部分是我建议大家呢 可以先把题目的每个部分的词性都先标记妥当 那第二个技巧是我们可以透过观察 将可以合并的部分两两间合并 好第三呢我们可以依据语义呢 把整个句子串起来 好那现在呢老师来示范一下怎么来标记这些词性 好看第一题vanished vanished是消失它的动词 所以我们简单标记v 好接下from sight 好从视线那个front呢 因为它是接系词 所以我们简单标记一个字接 好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my boat 好我的船呢标记名词 好接下来if waited 简单标记s加v 好接下来until until是直到 而且它是连接词的连 标记连就好了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观察一下 有没有可以先两两间合并的部分 好那这边有个连接是until 大家知道连接词的功能就是连接前后两个主词加动词 所以等一下呢应该会有个s加v呢 应该摆在它的后面 好那我们观察它前面 好刚好my boat可以当主词 那这边一个vanished 好刚才就放在动词的位置 好那整句答案几乎就出来了 所以整句应该是 if waited until my boat vanish from sight 好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好第二题呢 a house我们可以简单标记n名词 好接下来in stay off 它意思是而不是 好那可是有off这个借系词 所以我们标记借系词的借就好了 好接下来to buy 我们可以标记 to加v ok好 renting an apartment 好那这边的话呢 可以标记动名词 好租公寓 那接下来leal intents 我们可以标记s加v ok好 好接下来我们来观察一下 有没有两两可以先合并的部分 好这边的intents intents是意图做什么事情 好那intents呢 后面呢 通常是用不定词来连接第二个动词 所以应该会跟to buy一起 好那再想一下 buy这个字是my 那my应该是买什么东西嘛 所以应该会跟一个名词一起合 buy a house 这样是合理的 好接下来in stay off off是借系词 好那大家要知道嘛 借系词后面呢 应该要接一个名词 或者动词的话 要改成ving 所以应该是跟这个renting呢 会一起合在一起 好那整句答案几乎就出来了 所以答案应该是 leal intents to buy a house instead of renting an apartment 好那下个部分是中意音 那中文翻译成英文呢 有四个技巧可以使用 好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先分析中文 分析中文你要找什么呢 你可以把你看得到的主词 动词 地点 时间 甚至是你有背过的片语 都把它全部找出来 那第二个技巧呢 是我们可以分析看一下 这个中文的句子 有没有一些特殊句型可以被使用的 好那第三个技巧就是说 要判断整句的时态 那第四个步骤呢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口诀 叫主动付点钱 主动付点钱 它是取一个谐音的 就是主词 动词 付词 地点 时间 那这个时间这个尖 跟金钱那个钱 刚好有点谐音的部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句翻译题 这个小孩 很明显 它是主词 这样动词 跑这个字 好 接下来我们要观察到一个特殊句型 叫比点点点还快 比点点还快呢 就是必须要利用比较集的方式 比较集这个句型来书写 好 最后呢 还有一个东西叫成人 所以就是 这个小孩跟成人在比 好 现在我们去分析完中文 也找到特殊句型了 那第三步骤 比较实态的话呢 这句应该是用 现在简单式来书写就可以了 好 那第四步骤就是开始写 我们看正确答案是 The kid runs faster than the dots The kid runs faster than the dots 是不是就跟我们的口诀的公式呢 就是配得相当好呢 好 那以上呢 就是第一单元的部分 我们看来的 这个比较项目 不是